潮州东潮木雕流派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创立的 它是结合了东阳与潮州两大木雕是一种混血型的流派 它主要是用于建筑装饰 和神器装饰还有家具装饰 刚收到国际木文化学会的邀请 我当时的时候就是心情很开心 有一次提升锻炼的机会 因为潮州木雕应用广泛 它有这个摆件也有这个挂件 反正题材很丰富 所以说后来我想了一个晚上 还是想这个鱼虾泄楼 鱼虾泄楼它是潮州木雕最有特色题材之一 我这次带来的鱼虾泄楼 它的名称是满载而归 它的玉是招财尽宝 口小肚子大有许进不许出的玉 采用的是我们东潮木雕艺术流派的独特技法 将整段香肠木纯手工镂空 再经过四道金漆 然后再碰上这个大漆 贴上这个黄金打造的纯金箔 纯金碧辉煌 又是称潮州金漆木雕 通过这次的餐长 我想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潮州 东潮木雕的特色 虾泄楼 我感觉这次跟四大木雕的老师交流 吸取他们作品的优处 把他们的优点结合到我们自己的作品上 所以我感觉这样才是真正的创新 相互交流 去藏不断